這裏是大梅沙周濟酒店 每晚5點開始的自助餐 5點直到9點 是4個小時 我不是第一個進去 有人更早 已經有幾台開始 我們看看糧菜、前菜和沙律 這裏的餐標是$328 水果竟然沒有榴槤 壽司看起來其實很普通 如果我跟極上大喜屋比 這裏真的輸了 而這裏我只有興趣拿一塊腐皮壽司 接著海鮮冷盤最失望 它的鞋和這隻鞋 不是不新鮮 但完全沒有高 這個魷魚我就沒有鞋 給不到意見 鞋不行 鞋、蝦、青口 應該是普普通通 這裏的蟹是不行的 還有這裏的刺身 是完全不行 只有三文魚是可以 這隻魚 由於我在日本很少吃 所以沒有拿 它的金槍魚是極度窄 見到你不會想拿 但我也要試試 三文魚是絕對可以的 這裏最美麗是三文魚 然後是沙律 沙律菜很多款 鴨肉和鰻魚 完全不可以 我說過鰻魚 鴨肉沒有吃到 為什麼沒有高級火腿腸 我真是奇怪 收到328元 甜品裏我拿了這個芒果撻 蟹蒜可耳 它不會太甜 最好就是上面的芒果布 很有芒果味 芒果撻就順色了 而這個朱古力有點甜 開心果雪糕 真的很淡 其他我就沒有試到 接著就是 都是甜品區 最左上角的朱古力攤 我覺得很好吃 因為它有朱古力味 很濃的又不甜 這個就是粉麵區 有牛肉 有牛丸 還有很多菇 菜 這個是普普通通 是可以的 我沒有吃到 我問朋友好不好吃 他說都可以 這些是牛丸 但是它的點心 可以 它的蝦餃中規中矩 但是有兩隻包可以 這些是滷水 滷水 豆腐 右邊是滷水菇 這邊是滷水液 沒有試到 接著就是燒味 看起來多漂亮 但是叉燒吃下去 我覺得很普通 這裡有雞蛋和鵪鶉蛋 非常普通的食物 我真的想拿鵝比 我忘記拿 這裡沒有試到 給不到平魚 叉燒我覺得非常普通 這裡的葉芬 這裡的葉芬 絕對不會是難吃 但你說非常出色又不是 這裏有冬陰宮 接著旁邊是 它寫著西湖牛肉筋 但是完全沒有牛肉 這個是南瓜忌廉湯 都是可以 接著有些麵包 有些牛油 我看自助餐都很少人吃麵包 有些果醬 這碗魚挺好吃的 它的名字叫金汁烤魚 這個真的挺好吃 接著這個還未出 我早就拍 這個應該是煮海鮮 泰式的 接著也是煮海鮮 猜不到這裏又是有 不是人食的小龍 為什麼說不是人食 因為裡面全部都是藏細菌 這裏牛扒也是可以 待會我會補一些刺激的上去 這個蕃茄 用橄欖油浸著 這個蕃茄不錯 這個是美麗蕃茄 我吃了幾塊 這個是菇 烤蘑菇 這個焗薯沙拉 是不錯的 這個是西蘭花和蕃茄 我只是想說這個羊架 真的非常出色 我沒有拿到 我猜 都不錯的 因為這個鐵板區 總體來說都可以 最出色就是羊架 這個羊架絕對比大喜屋的羊架 為什麼左右兩碗都差不多 炒雜菜 旁邊這碗好像差不多 多了些什麼呢 大家想像一下 因為這個字寫得不清楚 因為這個字寫得不清楚 對焦得不好 這個是黑椒汁 魚 忘了拿 有雞翠 這裏全部是鐵板區 應對都可以的 然後這個香腸的種類 我未見過 可能是比較漂亮的香腸 這裡有燒山蠔 如果我和 向西村的韓記 韓記的絕對比這個好吃 因為人家的汁調得很好 在這裏只有蒜蓉的味道 喝酒適合 白色香檳 這些蘋果汁我有點失望 這些都是一盒盒的 西柚汁也不是鮮炸 橙汁 我沒有拿到 檸檬水 上面那些是咖啡豆裝飾 很普通的紅茶 茶包 然後總共有四部咖啡機 這裏兩部 在我那邊另外有兩部 在這個咖啡機的後面 有個大雪櫃 很多瓶瓶飲 這裏也有很多啤酒 是喝你喝的 再拍一次它的熱婚 這個是重覆了 金汁少羽 這個是剛才沒有拍到的 牛仔骨 是重拍的 這個是新出的 我再補回 那些烤山蠔 它燒得太慢了 我覺得 拿的人也不是很多 這裏算是多食物 我再補位 拿了五隻 然後拿牛扒 拿雞 蝦 雪櫃也有很多飲 很多廣州的老牌汽水 在這裏找到沙士 以前的沙士 還有些荔枝汽水 啤酒 啤酒也有很多款 這三枝我拿的 右手邊那枝最好喝 白檸 金鎮魚不行 三文魚可以 魷魚可以 泰式沙律可以 木瓜絲可以 這個荔枝汽水 很淡 但是它沒有什麼糖 它不用白砂糖 竟然我吃了一隻不新鮮的 這個金鎮魚 炸到鼻 左邊八爪魚可以 還有右邊的三文魚 這個麻辣 拿肉 可以 剛才的金汁燒魚 可以 番茄可以 牛仔扒可以 三文魚可以 八爪魚可以 金鎮魚絕對不可以 夾夠薯蓉 焗薯蓉 可以 來多一轉 烤山蠔 羊架非常出眾 很好吃 烤山蠔不過不失 所謂西芋牛肉筋很失望 沒有牛肉 南瓜忌廉湯可以 最有印象只是這個羊架 這個燉湯也挺淡 中式點心裏 我覺得蝦餃很可以 在自助餐來說 好 接著 那個麵包 這兩種麵包 真是挺好吃 白色那兩隻 這個是燉湯 這個燉湯我拿了一粽 猜不到兩個麵包挺好吃 蝦餃都可以 三支汽水 這個麵包我特別推薦 它真的挺好吃 裡面有些椰蓉 還有一些我忘記了 總之挺好吃 又不甜 叉燒真是普普通通 不是難吃 但也不是很好吃 南田村有一間茶器給它好吃 泰國木瓜沙律 可以 這是沙士 這堆甜品我最有印象 就是右手邊的巧克力 右手邊的巧克力 還有那一瓶芒果布丁 是最好的 這堆甜品裡面 接著我拿一些沙律 拿一塊餅乾 腐皮豆絲 那半隻蟹真的好不行 這個腐皮豆絲 就是這隻蟹 牛丸和菜 看來這裡 我覺得好像不是很多食物 但也足夠的 總體來說 這裡和極上大喜屋 我覺得極上大喜屋 比這裡 食物比這裡更厲害 但價錢比這裡便宜 這裡三百多元 都不給榴槤吃 還有些蠔又老老肚肚 烤得特別少 又要你等 這個吉列豬扒可以 這個牛扒都不過不失 難道他們學了 香港的經營手法 這些蠔都是很便宜 不是山蠔 能夠吃到山的山蠔 只要在喜來登福貧 就是福田口運附近那間 百多元有山蠔吃 這裡竟然沒有 其實這裡 我覺得這個自助餐 真的不太多食物 是328元 如果來深圳來說 但沒辦法 這間是 周濟酒店 只是吃它的名字 大家看看是否真的不太多食物 又沒有榴槤 又沒有鮮榨果汁 還有蠔 又沒有人家旱記那麼好吃 竟然我剛才那堆山蠔 有兩隻不新鮮 我拿出來 如果跟極上大喜屋比 絕對輸 因為它沒有高級食材 別人的帶子 任你吃 起碼都有海膽 雖然小小塊 要分很多次 又有花膠 壽司 魚山 輸小給人 這裡真是吃它的名字 但如果它的自助餐 這樣 名字都差 今次再干顧它的飲茶 沙煲海鮮粥 只有78元 北京田鴨 是68元一隻 這兩個特價只可以二選一 然後飲茶就是普通價錢 如果是星期六日 都值得 我覺得它的中餐廳 比吃它的自助餐 中餐廳的窗口位 沒有人訂 喝到差不多12點就爆了 茶位是15元一個 我叫了最便宜的菊花茶 海鮮特價128元 還有半隻雞88元 這堆是大廳的精準菜 這是點心 平均是三十幾元 跟頂性差不多 但是星期六日很便宜 有六八折 雞也是特價 我猜這裡 叉燒應該比自助餐好吃 這裡的小石 由38元到98元都有 點心就比較便宜 炒米粉大概98元 都可以差不多 甜品都是十幾到28元 這隻是乳鴿 這個乳鴿 寫著68元 我們點了這個48元 油炸鬼家豆漿 自助餐吃了蝦餃 所以沒有叫到蝦餃 本來想叫 叫了山西紅棗 這個紅棗很棒 很濃的味道 又不甜 叉燒包真的不貴 28元一龍 禮拜天還可以打六八折 酒店即是酒店 餐具都漂亮些 還有玫瑰花 餐巾 我們點了這堆東西 那鍋海鮮竹 蝦腸紅棗糕 還有油炸鬼豆漿 這個紅棗糕比很高評價 紅棗味很濃 也是不甜 那鍋沙窩竹 這個就是豆漿 油炸鬼來的 油炸鬼很大條 這個就是沙窩蟹竹 看看油炸鬼 油炸鬼 真的很大塊 整隻手這麼大 不過要差不多50元 豆漿加油炸鬼 但是這個竹 便宜了 加起來便宜了 便宜了 因為這些竹 在深圳大排檔 有些買到300元 德叔說 那個領隊專門 帶他去一些很貴的地方 一個沙窩竹 再加十幾瓶啤酒 這樣便宜了600多元 賣單 比這些豪華級酒店更貴 這個竹 我給他評價 是可以 不過 我吃得出 他放了少許味精 我覺得如果不放味精 會更加好 根本不需要放味精 因為我對味精很敏感 吃完之後便會口渴 油炸鬼很鬆軟 比一般好吃 有高的蟹 蝦也是新鮮的 如果完全不放味精更加好 蝦的蝦真的小了些 腸粉很滑 我覺得不應該這麼小的 蝦應該用大隻些 會比較好看 我拿個蟹殼 很多高 這個小蟹 蟹其實很小 但都是新鮮的 我覺得這裡如果蝦腸是這樣的 火車站的香格里拉酒店 是 點心做得好 但其他那些我沒事 如果有機會 我會星期六日來 吃它的特價 6.8折 這張賣完單 是說下次還有優惠 總體來說 這裡喝茶是不會貴的 只要在星期六日來 平時沒有特價 它也有幾個特價 例如北京田蠣 竟然有七十八塊 第二樣賺你 貴一點 加來也是便宜的